What's up everybody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相信大家可能听过板栏根煮方便面 这个视频呢我们没有板栏根 然后我突发奇想 用蛋白粉来煮面是一种什么感觉 所以这个视频呢 我就带大家用蛋白粉来煮泡面 看一下是什么味道 OK 那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呢 就是这些 一个锅 一包面 还有我们的蛋白粉 那么很多人呢 看到我用这款蛋白粉就会 就可能去会想 我是 你是不是也需要买这样一桶蛋白粉 Nope 你完全不需要这一桶蛋白粉 我买这一桶蛋白粉的原因呢 只是因为它半价 OK 我们这里呢 首先 烧这么一点水 好 那大家看到这个水已经开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这包金麦郎啊 这是室友赞助的 这个面下进去 丢进去 好 那这里面调料呢 这里面调料我们是不要的 因为我们 不需要这个味道 好 现在蛋白粉过来了 好 我这个味道呢 你看一听起来就很霸气 trible chocolate 三倍巧克力啊 好 我们咬上两勺 不知道味道会怎么样 试一下 倒进去 trible chocolate 倒进去两勺 OK 然后呢 这一步就很关键了 拿一个筷子 给它搅匀 哇… 哇… 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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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… OK 哇 巧克力味道好浓 OK 那我们现在来试吃这碗面条 它的蛋白粉已经 已经成类似于肉酱了 就当着肉酱一样吃吧 哇 哇 超级难吃 不过这些东西 这些蛋白粉凝固 就是像肉一样东西 吃起来 真的像肉 肉末一样 但是这个面 蛋白粉 白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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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